我現在來到了京都的一個貓頭鷹和爆貓的 有點像咖啡館的地方 這裡面每一隻貓頭鷹都是可以用手背摸 除了兩隻之外 然後呢 牠們也會讓你摸 牠們都是活的 牠們的頭真的可以360度轉喔 這一隻也是活的 有一隻在睡覺 這邊有一個漂亮的日本女生 現在這一隻貓頭鷹玩耍 我們現在要前往這個地方 這裡也有一隻 這裡也有另外一隻 基本上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地方 因為牠裡面的造景呢 讓你隨處掰 你都會覺得牠們是那麼一回事 其實貓頭鷹呢 用照相拍的避免發到感覺 所以牠很厲害 我覺得牠們最厲害的就是要用動彈 那是超美妙的一個生物 這裡面有兩隻風鼠很喜歡大家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個以平常來說呢 牠們的生意並沒有太好 那其實如果架子這邊客門的話呢 也是蠻幸運的 然後以日本人來說這點真的很厲害 因為裡面充滿各式各樣的 這種鳥類啊幹嘛的 牠們都看起來很乾淨 而且裡面也沒有什麼味道 真的很好看 然後這裡的工作人員會一直不停不停不停地整理這邊的樹葉 然後擦拭這裡面每一片樹葉 然後這呢 網上會看到有一隻是今天休息的毛頭鷹 不知道是不是生病了或是怎麼了 或者牠今天很兇心情不好可能不適合